虽然伦敦大学已经发声明了 那许志杰委员就说 伦敦大学都讲话了 证实蔡英文总统的学位属实 而且呢 他说国民党的立委呢 居然呢 还要召开国际记者会 借场地给这个通气饭开记者会 他说这要闹多大的国际校话呢 要国民党悬崖勒马 不要再乱下去 但彭P就回击说 抹黑国际名校的是伦敦大学自己 是没有人可以抹黑他的 不过我请教历史哥啦 事实上每天关于洛门的新市政 进度呢都有一些 那确实 确实会让人觉得就是有鬼嘛 其实他最主要问题就是 时间完全兜不拢 兜不拢嘛 比如我刚刚讲的彭P出了这一个 私立大学的东吴大学的 担任兼任讲师的这一份证明书 就是啊 又跟蔡英文自己讲的 他10月份的时候 当年10月份的时候回到伦敦进行 其实不止这个事情嘛 包括他的指导的学生 他在东吴就有指导学生 那指导学生的毕业年线都可以变动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啊 包括了口试日期啊 最早的时候大家记得是二 是提出来的时候是二月吧 但因为洋葱炒蛋那本书里面 他秀出了一张 我姐 他姐叫蔡英颖 飞到伦敦陪他口试 结果穿短袖 后面呢是树木是绿叶 然后阳光普照 那时候我还出过一张图 不只出过一张图 我还在节目上解析过 因为这我最先解析的 我还把伦敦呢 外国人做事很有趣 他们会把很多data就丢到网路上去 伦敦的气候给掉出来 那个时间点根本冷死了 大家都知道冬天的伦敦 怎么可能 10月伦敦其实也很冷了啦 怎么可能后面阳光普照 然后有人在那边跑步穿短裤 然后他们还可以穿短裤 不可能嘛 所以后来他才一直改时间 最后改到他这个口试的 这个所谓的1983年的10月16号 那个就是伦敦网站里面显示 那天刚好是10月上旬最高温的时候 就10月大概那个段 你这样去比对出来 10月中旬最高温的时候 对 他就是这样子出来 他就是在那边瞧那个时间点 结果那天是星期天 没人星期天口试的啦 我们就在场两位都是教授 我是硕士毕业的 我们都知道星期天谁给你上班 所以他就都一大堆都不出来 结果最好笑的是 为了要配合这张图 讲了一大堆鬼故事 结果发现这张图在Boston拍的 不是笑话吗 就没有一件事都得上 那个为什么被他发现 第一个 那个车子左驾右驾 英国跟美国是相反的嘛 那再来那个路灯那个场景 就有人找到完完全全的 那个背景的图 而且那一支路灯还有人说 那个就专门只有美国人在用 英国人不用那一支灯 所以那时候就说 那照片物质 你出自传 你连你解跟你去哪里 你都可以物质 不要闹了好不好 现在蔡英文总统60几岁 是得了老人痴呆症 没有嘛 那事情记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就是为了原一个谎 然后再搞了更多的谎 到最后干脆就不跟你讨论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但我们要来解析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难 伦敦大学可以发文 你会发现伦敦大学声明很巧妙 我想委员是律师就知道 他几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光光了嘛 我不知道这个 他讲一个 他先阐述一个事实 就是这确实论文找不到 这是事实 可是呢 他的学位目前没有问题 这也是个事实 就是对伦敦大学 他也没有启动调查学位的计划嘛 所以论文找不到是事实 学位没有问 现在没有争论是事实 我两个事实摆上来 这种声明为什么不能发 他只要想办法让他发 而且不需要署名 你看他连署名都省掉 对 所以伦敦大学也在毕责任的啊 那可是谁有这么神通广 你说可以让伦敦大学动 大家别忘了 格达费 当年也是让他的儿子赛伊夫 拿到博士学位嘛 他也是有办法让他动嘛 不是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他实在给的太多了 懂吗 就是他给太多的时候他当然他就有办法动 那给的多是什么 有很多方面的多了 但是我们要把这整个大加工 为什么彭P不管再怎么认真的 永远都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在控制 永远都有一个神秘的力量 在阻碍我跟大家讲个小小的历史故事哦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黑道很厉害 美国的这个黑帮啊 在拉斯维加斯最早是他们的 里面有一个黑帮呢 是拉斯维加斯的早年大佬之一 他身犯了很多的罪 什么诈骗等等等等 甚至要被移送到英国去 结果当年呢 大家都知道甘乃迪总统嘛 小甘乃迪总统啊 JFK啊 他呢这个在国际上是享有轻欲嘛 一方面他带有悲剧的人生色彩被暗杀 另外就是他那个超级帅迷人的笑容 你知道他就赦免了这位黑帮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他是当年他的最主要的阻内的人之一啊 政治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权跟力谈妥了什么都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核心利益是什么 蔡英文现在是谁的核心利益 讲直白这也是刚才赖教授讲的 就说现在为什么国民党 感觉起来选举很困难 中美问题 其实他要放大到中美大架构 去看待这个问题 当你放大到这个大架构 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这么难动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这事情这么的不合理 这么多资料这么奇怪 如果今天要质疑他 他就把资料锁起来 然后还这么可笑的 这个台湾硕博士论文网 对不起啊 他下下一个国家图书馆下 是所有就是在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的 大专院校毕业的论文才能丢进去 如果你在美国毕业的 比如说像这个委员 是在美国毕业的 像老师是在欧洲毕业的 他们的论文 对不起在这里面找不到 只有像我们这种土硕士找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规范是这样 蔡英文总统的论文 何德何能把他丢进去 不是很奇怪吗 这常常让我想到 这个清朝的时候 雍正夺敌啊 常常被人家拿出来 噎语 雍正呢 他当时就有人跑出来 就质疑他 质疑他呢 结果呢 就有两个 这个 两个不知好歹的家伙 就每天质疑他 然后质疑他还到处宣讲 他就把这两个抓来 他们又把他干掉 正常来讲 皇帝就把他们砍头 没有 他把这两个抓来 写了一本大义绝迷路 你俩去全天下给我巡回 告诉大家 我是得位正确的 结果这件事情 等到他的儿子乾隆上台之后 第一件事情把这两个人抓来 砍掉 把书全部收回来烧掉 为什么 太丢脸了 就是你知道很好笑 你用全力去压迫真相 但是真相始终会浮现 所以他儿子也看不下去啊 他儿子最后只好怎样 炒炒收回 所以大义绝迷路变成一个什么 清朝的谜团 到底雍正得位正不正 大家觉得很神秘 对不对 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美中对抗的真相之下呢 蔡总统他就是踩在这个 我觉得讲白就狐假虎威啦 这虎借三世啊 他有个大靠山嘛 所以这里面会有很多神秘的力量 永远你很难打穿他 但是所以我这边就必须要去佩服 这彭文正这个彭P 竟然有办法 这么小的一个事情 搞到被通弃 不就很好笑吗 极尽可能 那这也是蔡英文总统 刚才这个闺蜜委员就说 这怎么又出现一个重大事件啊 怎么样一个事件 为什么 蔡总统你又发现 他是目前从民主投票以来 对于权力掌握最紧的总统 其实大家都看政治这么久 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是蔡总统好像很害怕失去权力 非常害怕 正常来讲总统到了第五年 第六年就开始慢慢在跛脚 他就会放了权 下面人怎么搞他的事 他要去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或者去应付他的案子 陈水扁是去应付他的案子 马英九总统去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但蔡总统还在 积极隐隐的玩权力 积极的铺排权力 跟大家爆个小料 也不算爆个小料啦 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南部现在这些传统的老绿 过去都是阿德的支持者 阿德是谁啊 就我们副总统赖清德 对了啦 现在呢慢慢转向 阿燦的支持者了 慢慢转向郑文燦 郑文燦会让蔡英文安心 而赖清德上蔡英文黄黄中日 因为他就有一个关键的东西 涨在什么 他现在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是因为他有这个位置 他有美国做靠山 可是等到他没这个位置 美国会把他靠山吗 美国是很现实 他也知道他在美国待过嘛 他也知道美国的玩法 有利用价值 哥们一拍哥良好 没利用价值翻脸不认账 最有名的就是麦当劳的创始 麦当劳兄弟啊 他不是麦当劳的股东嘛 为什么 因为他被排挤出去了 那个大家如果有看过 这个米高基顿所主演的 那一个The Founder 这麦当劳创始的那部电影就知道 美国人就是用商业手段 在对付所有的事情 你有价值 我就跟你骂金骂非常的好 当我有想办法把你排除 你没有价值的时候 那我可以做到非常极端 所以麦当劳的故事最后 那一对兄弟 麦当劳兄弟被夺走店之后呢 他们很生气在麦当劳的隔壁 开了一间叫大麦克的店 结果你知道这个 麦当劳名义上这个创始人 这个所谓的商人多狠心吗 再把那间店弄倒 再把大麦克拿来当他的 标准餐点的名称 杀人还要租薪啊 这就是美国人在玩的手段 不管是政治动作或伤害动作 要了解这个美国人的特质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机会更强大